好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今天北部东北部的观众朋友一起来觉得 哇怎么那么湿啊 雨是呢还有地方还不小 好我们来看看雷达回播图可以看到 其实呢在北海岸还有基隆这边气象局呢 刚刚针对这边的已经发布了大雨特保 最主要还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了 所以北海岸大台北东侧还有宜兰 有局部短暂雨的情况 那花东这边也有零星降雨的几率 好不过呢我们来看到温度的部分 也要大家特别注意啊 好刚刚的最低温发生在苗栗还有云林 好我们看到这前几天其实都在北部居多 这个平地最低温 但是今天比较不一样 因为北部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减弱 所以呢低温反而出现在中台湾西部 苗栗云林这边13度14度左右 那其实呢今天呢各地区的平均低温 大概在14度到17度 那但是待会就会慢慢的升温了 北部高温可以到23度 中部到29度 南部呢30度 东部可以到27度 好但是也要告诉您在雨量的部分 好其实定量降雨预报就可以看得出来 大概呢今天上午的雨势会比较大 集中在北部东北部一旦 那下午呢就会比较趋缓 但是我们来看到 在11月26号晚间呢这个凌晨的时候 27号可以看到降雨的范围是有点扩大 那这个情况其实要告诉大家呢 周一开始27号要变天了 变什么样的天呢 另外一波比较偏干的东北季风南下 好所以说我们来看到27号本来呢 今天呢在北部东北部有雨的27号呢 就会可以看到比较稳定的天气 周二周三也是大概是这样 比较晴朗稳定 因为这一波东北风呢 是比较干的 那白天阳光是相对的舒适 高温24到26 但是要提醒入夜 还是会有这辐射冷却的效应 因为讲到空气比较干 这样的效应可能更加的明显 所以呢到时候日夜温差 其实还蛮大的 有了一口气可以到十几度 甚至呢在低温平地最低温 可能在凌晨会到12度左右 所以呢白天呢相对比较温暖 到了入夜到凌晨 低温呢就会降得蛮低了 所以提醒如果是有这个三高的患者 要特别注意这样温差大的天气 好下来新闻我们带你来看到 一道美味 主播带路 你上山下海 超香 真的超香 虚拟千百一位 从没看过的 最想尝试的 只要你敢冲 好 主播全员安靠 我们陪你一起封 搜索最确的选择 主播凹豆粥 奏背来起头 国家认同这个 这样精神的力 史密斯 他选为了促成 在野剩余的任何 史密斯 他选择啊 这才是六千多三千的 什么意思 没有选择种种 就比较最高的 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 这是 谁很真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请锁定 狠狠 抖内幕